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呢 网上有个朋友 跟我说去了趟日本 到日本哪呢 日本的奈良 到那也没干其他的 就是疯狂的抢购 用我们现代话就说shipping 而且呢 还在微信里边给我发了一句话 奈良已经被我们拿下 其实说真的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 没事到日本去增长日本国民的JDP总值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呢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国争光了 那今天我们Color Taxi 出品的《游说白鬼》 我们就讲讲在奈良发生的一个故事 奈良呢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来说比较繁华 是去日本旅游并且买手很多的一个地方 无论是代购啊还是到那去扫货啊 奈良都算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而这奈良呢 以前是日本本土佛教的发源地之一 而且也是因为自己的本土佛教的盛行 奈良才逐渐有了名气 发展成了现在的规模 而以领头的来讲 应该算是东大寺跟福星寺这两个寺庙 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呢 也出生在奈良 他的名字叫做毛昌基 提到毛昌基大家一定都很熟悉 毛昌基的亲生父亲 据传说啊 是当年呢 福星寺里的一位高僧 据说后来还当过主持 这位高僧呢 平时画个园呀 下山游历的时候呢 认识了一个俗世中的女子 两个人堕入爱河 并且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之后呢 不太好描述的事 所以说呢 不久之后呢 这女子怀孕了 可是未婚先玉 这在古时候就是 跟怎么中国一样啊 女孩哪有脸面去见人呢 可是女子深爱着这位高僧 又不想让他们俩爱情的结晶 就这么离开人世 于是被这家里人 顶着周围人所有的目光 把孩子生了下来 希望这孩子出世之后 可以得到心爱男人的理解 没成想啊 这高僧为了保持自己 崇高的形象 居然不认他们的女俩 这女子呢 心里边一下子是 有苦生恨 最后郁郁而终 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毛昌基 就被人送到了庙里去 可这和尚不能认自己的女儿啊 于是便在庙里边 让她当了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和尚 作为掩饰 可是女孩一天一天大了 总是兜不住的 于是这和尚一狠心 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迈进了妓院 古时候的妓院 尤其是在日本的妓院 跟咱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 日本如果你要想开妓院 那必须是要有官府的许可 而且呢 当地的官府会专门开辟一条街来 整个这条街 就全都是妓院 在这一条街上呢 门口 一个大大的红牌楼 进去了之后 路的两边 全是青衣色的红灯楼 在这红灯楼上呢 写着每家店的名字 另一条长街 路两边开满了妓院 有多长 那就要看妓院想开多少间了 而这妓院呢 也是分着不同等级制度的 一般来说 下等的妓女 就像摆设一样 在这路的两边 会有着红漆筑成的栅栏 这些低等的妓女 穿好衣服坐在里边 就像咱们现在看橱窗里的模特一样 你过来了 想玩一玩 从这外头走着 看着不错 招个手 到了进前看看 长相不错 你就可以进店 跟老板说 你看上了这里边的哪位姑娘 再上等一点的妓女呢 有自己的小房间 可能是两个人一间 可能是三个人一间 但是呢 不用像她们整天在外头这么坐着 再高等一点的妓女 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并且呢 还会有人伺候着你 出去的时候呢 也是邀五贺六的 毕竟 有点名气嘛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 那好嘞也算是个花魁呀 而毛长基 被父亲卖进了妓院 哎 年纪当时并不大 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那只能伺候伺候 哎 当时在这个妓院里面 比较有名的花魁 并且呢 自己也要学写一些诗书啊 哎 学一下舞蹈啊 等到年龄到了十四五的时候 才能开始 像我们说的接课呀 干嘛的 还是凭你个人的意愿的 好 画风一转 直接咱们就说 这毛长基长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一头乌黑的长发 面如白雪 浑身的肌肤呢 哎呀 有点像我们说的什么呢 羊枝白玉一般 哎呀 甚是讨人喜欢 这毛长基呢 被父亲卖的是死气进来 可是呢 这店里边的老板觉得不错 让他多学些舞蹈 再多看些诗书 以后想给他捧成 哎 花魁一样的头牌歌迹 可是 人红是非多 女人嘛 漂亮 地位 金钱 这三种 有任何一种在你身上有 你都是不幸 而毛长基呢 他既有了美貌 又有了智慧 可以说真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而他的不幸就是出自于他身边的这些姐妹对他的妒忌 有一天 一个客人 一看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 土豪 来到了这家店里 那也是目鸣而来 听说这毛长基长的呀 那如天仙下凡一般 今天爷我什么都不干 就是有钱 就是想会会这姑娘 听她弹段三弦 给我跳个舞 陪我喝喝酒 日本的积怨跟中国不一样 不是说你砸下银子来 你想睡人家姑娘就能睡的 那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 于是乎你想做他的入木之兵 你得让他能看得上 所以大把大把的豪客跟公子 为了让毛长基 能让他成为毛长基的入木之兵 可以说灰金如土啊 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他身边的这些姐妹开始妒忌 花说这一天 这个土豪是慕名而来 到了这之后 直接包下了最宽敞的一间和室 点了最贵的韭菜 就在这等着这毛长基来 毛长基呢 化好妆 穿好衣服 一身华服 来到此处 彬彬有礼 跟客人打了招呼 请问您想欣赏些什么呢 听说姑娘勤迹了得 那就请姑娘先跟我谈一曲吧 好 毛长基拿起了三弦 日本人呢 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太照 因为咱们谈三弦 直接就拿手弹 一边拿个拨片 这日本人谈三弦呢 有一个月弧形的板子 是拿他来弹 这一边弹 这毛长基还嘴里边有唱词 哎呀把这土豪听了呀 人美 琴美 声更美 哎呀 果然是天仙下凡呀 这说着口水就已经快流出来了 一些女子陪同在毛长基村边 就属于伴奏的这种 哪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可没办法 谁让他是花魁呢 曲吧之后 毛长基又过来了 公子您觉得怎么样 哎呀姑娘谈得太好了 来来来 我这儿敬姑娘一杯 毛长基接过酒 喝了 那听说姑娘不止这个琴艺了得 而且这个武艺超群 能否请姑娘再为我武艺取 毛长基马上准备 其他的这些女子呢 他开始给他伴奏 毛长基翩翩起舞 哇 看如痴如醉 这个土豪这会儿 就恨不得自己是毛长基身上那件衣服 可以紧紧的扒在他身上 就说人哪一旦好起色来 这份欲望也是欲贺难填呀 曲吧之后 土豪当然知道了 来这种风流会所 我也要庄庄文人 好 今天听过姑娘一曲 又看过姑娘的舞技 可谓平生无憾 天色也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姑娘休息了 嘿 这土豪走了 看来古时候的人就已经很有套路了 紧接着第二天 如出一辙 依旧是包下了最大的和事 点了最贵的韭菜 等着这毛长基 什么都不干 还是请姑娘弹奏一曲 为我跳一支舞 就这样 连续的七天 哎呀 这七天下来 那就不是挥金如土的事了 打赏这些其他的陪伴的这些妓女 打赏这些妓院里边的这些 用文化说归宫 日本人喜欢叫马夫 再给老板多包几个大红包 就希望老板下去了之后 您在毛长基姑娘面前 替我读读美言几句 如果他日我能成为姑娘的入木之兵 我一定另有重悉 这老板说是说 不过我们家姑娘愿不愿意 那就是他的事了 反正你人照来 我钱照收 大家俩不耽误 可是这一来二去的 你连着包了七天 其他公子就不乐意了 这位土豪公子依旧在第八天 订了最大的和室 点了最贵的韭菜 刚坐下 这屁股还没等做热乎 突然间就听到门外有人吵闹 紧接着这和室的大门 咔一下就被拉开了 看着一个武士打扮的公子站在面前 你听说你很厉害 连着包了人家姑娘八天 你是认为你钱多没出花 还是你想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下不来台呀 土豪一看 这位公子 你找你的姑娘 我找我的姑娘 你出你的钱 我出我的钱 我好像没碍找你什么事吧 如果说公子今天手头不宽裕 我这地方大呀 你可以来我这坐 我绝对不会介意 如果公子闪光 那我们就喝了这杯酒交个朋友 哎呦 还挺会说话的啊 行 如果你有本事 如果你想向毛昌鸡姑娘 表示你对她的爱意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咱们俩决斗 以武定胜负 周围的人都在 本身就是一个土豪 我估计她自己武功也就一般 刚刚想推辞 发现着毛昌鸡姑娘来了 于是挺了挺身板 好 既然您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如果不应战 那我就真的不好再听毛昌鸡姑娘 为我弹曲奇舞了 说完 两个人就来到这祭院外头 古时候呢 妓院里边是严明不允许欧斗的 你如果打架 那基本上不管你是谁 那都是直接插出妓院这条街 于是呢 两个人带着自己随行的人 哒哒哒哒哒哒 就走出了这妓院的红门外 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两个人那是二话不说 准备开打 毛昌鸡姑娘一看这种情况也连忙跟了出来 可是她不能轻易地走出这扇红门 只能让自己祭院里的马夫赶紧追上去 两个人剑拔怒张正准备开始 直接毛昌鸡派的这位马夫来了 这马夫呢 手上端个盘子 两边各有一个礼盒 两位公子切莫动手 我们家姑娘说了 两位公子对她的厚爱 她今生无以为报 即便来世可能也无法偿还 但是她实在不希望看到 两位公子为她剑拔怒张 这样姑娘呢 自己亲手绣了两个香包 如果二位公子不气便收下 若愿收下 那今天的比武就就此作罢 明天姑娘愿意在我们院子里边摆上一桌水酒 答谢两位公子对她的厚爱 两个人一看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就给姑娘个面子 实际上 我估计这两个好色之徒也没本事真打 说话到了第二天 毛昌基设好了酒宴请这两位公子 算是答谢两位公子对我的厚爱 那我也不能吝啬 那一定要现舞一曲 以表示我对两位公子的答谢 说完这毛昌基翩翩起舞 哎呀 这毛昌基一般呢都是在和氏里边跳 很少呢在这妓院的这个回堂里边跳舞 哎呀周围啊这爱慕之士 这钱少呢只听其名未见其人呢 这一下子就都围上来了 这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 大家就围在那块 哎呦 着实啊 这歌声一曲舞姿一动 何以说惊动天人 这一下子呢 此事一出 这毛昌基的名声又传出去了 这不单单呢 哎是平时他们妓院里边的熟客呢 哎人是天天来 包括其他几家有名妓院的客人呢 也开始往这儿聚 人红是非多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这结果呢 憎恨毛昌基的人就越来越多 于是乎 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出来了 还是这位阔气的土豪公子 依旧是摆下了燕琪定了最大的和氏 而当日哎跟他起了冲突的那位有点武士形象的公子呢 俩人居然成了朋友 而且呢还组成了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后援会一样的东西啊 七八个公子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援会一起来支持毛昌基 这样今天我请客 明天你请客 大家反正就把场子一包 把毛昌基姑娘请过来给他们弹琴唱曲 到最后姑娘选中谁 其他人只能忠心祝福不能拆墙啊 大家一想这也是个招 于是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援会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这毛昌基身边 一个他平时比较喜欢的姐妹 居然对他心生妒忌 并且这个妒忌之意 已经到达了顶顶 这女子在趁着倒酒的时候 把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毒药放到了这酒壶之中 这毛昌基呢很感谢列位公子对他这么长时间来的厚爱 于是亲自拿着酒壶给列位公子挨个倒酒 这土豪公子一看呢当然是欣喜若狂了 没等着酒倒完其他人拿起杯子来 自己拿起来就是我先干为净 这一喝下去 这位土豪公子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只是听他啊的喊了一声 倒在地上嘴角眼角鼻孔耳朵里边流出了黑色的血 其他公子有的端着酒杯 有的还在这谢谢毛昌基给他倒酒 看到此情此景全都傻了 一位仁兄说了 这酒里有毒 紧接着官府的人就来了 开始立案调查啊 其他的经营就传出了这样一段信息 说这毛昌基啊想赚够钱为自己赎身 说是他呢看上了一个像咱们说的穷秀才 想赎了身之后呢攒点钱 好跟人家一块生活 可是呢自己攒的钱呢并不多 于是呢就想着如果哪天哪个公子 愿意把他身上所有的家当都给我 那该多好啊 哪怕说让我杀人我都愿意 结果 当官就认为 毛昌基是想要毒害 当时屋子里边这七八位公子 毒害之后把他们身上的钱财拿到之后 趁夜逃跑 而妓院的老板不相信 马上到了官府 大人我女儿毛昌基一向是一个很乖巧很善良的姑娘 她不可能做这件事 从来都没有说她有喜欢的人呢 是不是既然连喜欢的人都没有 那何来这个人是穷是富啊 再加上了 毛昌基六七岁的时候就来到我这儿 我虽然不是她亲生父亲 我一直带她如亲生女儿一般呢 她断不会做出此事的 可是谁都没成想 这位当官的老爷的相好 居然就是这毛昌基身边最好的那个朋友 也就是给这酒壶里倒毒药的人 她老早就已经跟这个当官的商量好了 你只要稍微撑着这么一点 我们妓院老板自然会把大把大把的钱送到你这儿来 到时候你可要给我赎身哦 不出所料 这妓院老板还真视毛昌基为己出 真的是把大把大把的金砖往这官府里边送 这贪官一看行啊 那我就撑着他吧 这一来二去 消息就传进了牢房 毛昌基就知道了此事 他为了不连累自己的老板 于是他选择在牢房中自尽身亡 人都死了 可是这贪官并没有罢首 谎称这毛昌基在这监狱里边身体不适 重病了 你要真想把他救出去 你再给我一大笔钱 这老板一想 得了 不行的话 我哪怕散尽家财 也要把这好姑娘救出来 正在那一夜 老板正在筹钱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自己的窗外有人在哭 这哭声依稀还特别的熟悉 这老板往窗外看看 没人呢 算了 明天还得把钱送到官府 早点睡 于是吹了这灯正打算睡 又听到这窗外传来了隐隐的哭声 他定耳一听 是毛昌基的哭声 他连忙走了出去 可是窗外并没有人 但这哭声依旧还在这附近 他仔细一找 发现在窗边角落的柱子的后面 站着一个女孩 这女孩不用问了 就是毛昌基 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可是如今的毛昌基可就不再一样了 不是一身华服 黑色的长发被梳得整整齐齐的 而是散乱着头发 衣衫不整的站在这柱子后面 女儿 你被放出来了 父亲 你别过来 明天 也不用把钱给你个贪婚送过去了 你放心女儿 就算是我散尽家财 父亲也一定把你救出来 不用了 我已经死了 如果你不行 就花点钱给看守监狱的人 他们会告诉你事情的 说完了 这毛昌基往柱子后头一靠消失了 老板连忙追上去 你发现这柱子后面空无一人 可是这一夜老板都没睡着觉 如果说毛昌基死了 那我刚才看到的是他的鬼魂 不行 我还是听他的 第二天一大清早 这老板就带着十钉的金叶子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日本的钱很有意思 圆圆的椭圆形的片 上面有几道棱印 带了十个 来到了这监狱 找到老头偷偷的把钱送了进去 老头实话实说 你们家毛昌基早就死了 官老爷为了能从你这多拿点钱 就谎称他重病 实际上 哎呦 早就让我们扔出去 就严严的就送到乱葬岗去了 连埋都没埋 哎 你还别问我埋在哪儿 乱葬岗了 大晚上送过去了 谁知道哪是哪儿啊 不过我告诉你 也能让你省笔钱 这老板听完有如晴天霹雳 告官 明告官告不赢 可让他忍下这口气 他说什么都忍不下 老板回去了之后 在妓院里边仔细想了想 这其中一定有人在加害毛昌基 而且此人一定就在自己的妓院里 于是他找来妓院里边 比较能说会到耳聪目明的几个马夫 言行逼问之下 这几个马夫终于说出了 原来是毛昌基最好的姐妹 因度生恨联系官府 一起设了这么个局 既能敲你老板的钱 又能害死毛昌基 行 我一定要给自己的女儿报仇 于是 这老板呢 说是要请这个官员 让您来这一趟 这官员也是可以去嫖妓的 就来到了店里 老板 你不是说想救你这女儿吗 今天我看你也没有把钱送过来呀 大人 您要的数目实在太大 小人前前后后已经给了您不少钱了 但是您放心 小人一定要救毛昌基 只是您能不能多宽限几日 当然了 昌基不是在里边病了吗 您能不能帮我给他送些药请个大夫 这个嘛 我知道大人一向喜欢我们店里的姑娘 如果大人肯帮昌基请个大夫看看病 好 我愿意分文不取 把这个姑娘送给大人 大人看一下如何 好 那既然大人许诺了 我就把姑娘请过来伺候大人 老板就走了 毛昌基的那个姐妹随后就进了门 反正这对狗男女吧 哎呀 觉得自己奸计快要得逞了 于是便翻云覆雨起来 老板在外面呢 听的是真真切切 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老板当夜 居然只招待了这贪官一位客人 而店里面呢 除了有这位姑娘之外 其他的姑娘一个都没在店 趁着这两人憨然入梦之际 老板浇上了火油 一把大火把自己的妓院烧的 是连渣都不剩 当然了 这对狗男女也葬身了火海 可是这老板虽然为爱女报了仇 毕竟自己也杀了人 用我们的话说 审完之后秋后问斩这一刀 那是少不了了 可是老板呢 一点都不在乎 在关在牢房里的时候 老板隐隐约约的能听到 在监狱的窗户边上 有自己女儿毛昌基说话的声音 没过多久 顶上的披纹下来 老板这一刀 没免得了 他想死了之后 让自己可以见到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成佛升天之后 他发现自己想多了 自己的女儿毛昌基 根本没有成佛 就是我们说的 灵魂根本没有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而是依旧流连往返在了人间 而我们转头再说说这毛昌基 死后的毛昌基 看到自己父亲为自己报了仇 那是心中又喜又悔 喜是这世间 终于还有一个人真心的对他好悔 是悔恨父亲为什么这么傻 为他如此这般的女子 居然杀了人 毛昌基本是高僧之女 高僧为了保证自己的轻易 把他狠心卖到了妓院 在妓院之中 他待人和善 可是却又遭人排挤陷入大牢 这一腔的怨恨 让他无法成佛升天 所以他只能徘徊在人间 之后的记载中有人传说 毛昌基会出现在人们家的窗户口 只要你们家的父母想要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 毛昌基就会在窗外暗暗的看着你 他不会杀人 但是他会整夜整夜在窗边对你诉说着他的故事 直至你改过自新 或者直到你死的那一刻 今天关于毛昌基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 关注我们Kalatex出品的邮说 我们下次接着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